大家好,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上一集使用PCIe M.2 SSD 转接卡的测试影片 在下面的观众留言 真的让我脑洞大开啊 既然有许多观众在分享 它是使用PCIe 11 转接 M.2 SSD 来使用 而且读写速度还不错哦 都能达到800-900MB 每秒 比使用2.5寸 SATA SSD 效能再好一点 嗨,不会吧大家 我努力辛苦帮大家测试了许多SSD固态硬碟 告诉你们哪一个毒血效能最好避免踩到雷 而且各大M.2 SSD 厂商也努力追求生产毒血速度更快的产品 连我最近测试过的美光 Gen5 M.2 T700 也是努力要想办法达到破万毒血速度来满足大家的要求 可是却还是有一堆观众反向操作来降速使用 嗨,这是什么样的神操作啊 还好,最后在观众提醒我说 不管你是买Intel或是AMD系列主机版 在上面都会附上不少的PCI-101的插槽给你 而你却放在那里不用白白的浪费不是很可惜 拿来扩充使用 不是让这张主机版更有价值用到更极致 当场我是茅舍顿路 啊,对哦,没错啊 只简单插张网卡真的有点可惜了 好的 我也马上上网买一组 PCI-101 M.2 SSD转接卡回来测试 看看得到结果是不是和观众说的一样 那测试平台也是和上次同样的设备 这样测出来的数据就不会误差太多 只差换上不同的转接卡 从PCI-140换成PCI-101平宽速度 测试用的M.2 SSD是SK海力士GOD P31 PCI 3.0 1TB 读写速度有3500Mbps和3200Mbps 加装乔斯伯M.2被动式散热器 主机版是基加Z690搭配Intel i913-900K CPU 主系统M.2 SSD是泛响S770 PCI 4.02TB 读写速度有7400Mbps和6800Mbps 好,安装完成 快来开机测试吧 目前测试室内温度为26度的冷气房里 首先是Crystal Disinfo 目前传输模式是PCI 3.0 100E正确 而开机待机10分钟后 在同样使用P31搭配乔斯伯M.2散热器 一样和上次测试都在38度 哎哟,不错哦 一开始就有好灶头 和先前测试环境同样的表现 这样在后面的测试误差就会更少 而在我使用Crystal Dismark狂操毒血性能测试 它的工作温度也才提升3度 来到41度而已 想不到降速使用后的M.2 SSD 升温表现会是如此的温和不照 而在空盘08测到的读写速度 读取有888MBps 写入有874MBps 真的是如观众说的 比2.5寸SSD读写速度好太多了 这种表现等于是你买一个USB 3.2 Gen2 M.2 SSD 外接硬碟在使用 在4K Q1T外也是保有PCI 3.0的读写水准 接下来是AAS SSD Benchmark测试 最后总得分有2388分 IOP也只约在20万和16万 这种成绩看起来好像很低 对不对 但如果你拿它来和MX500 2.5寸SSD一比较 使用转接卡PCI-100E的P31 是足足赢过它的2倍速度 真的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啊 接下来是大档案读取和写入测试部分 在IDA64全盘线性读取测试 使用PCI-100E转接卡的P31 1TB 开始读取速度也是施斑顺滑 大约在770MB每秒 大约过了80%后 则是出现小小的波动 读取速度降了一些 来到760MB每秒左右 到测试完毕 但这只降10MB每秒速度 感觉是影响不会太大 接下来是全盘线性写入测试 结果也是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事 它也是能施斑顺滑 大约在740MB每秒 一路测试到结束 最高的工作写入温度也才46度 哇 这种表现完全是2.5寸SSD固态硬碟 不可能做到的 真的是太迷人的读写水准 可是你别忘了 我们也是用了比2.5寸SSD 2倍贵的价格M.2 SSD 在降速使用 所以这反方向操作 值不值得让你赞赏 就看你个人的感受了 接着在实际档案写入测试 一样使用52GB大小测试档 拷贝到P31 1TB里面 在第一次写入测试不知是不是受到PCI-101平关限制 初级写入速度会从2.8GB每秒一路狂降 在500MB每秒到1.1GB每秒的上下波动写完测试 在后面几次测试也都是同样的结果 感觉PCI-101写入极限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写入策略表现 而且也都没有出现降速道和HTT传统硬碟 100-200MB每秒的低速写入 真的完全不用去管叫什么 ASM 楼梯模拟会计不够用的问题 最后是ATTO Disk Benchmark测试 在16KB区块的读写速度 直接全油门踩到底狂飙在818-826MB每秒 超过256KB就直达极限速度 在834-847MB每秒锁定在那里 测试到最后也没有出现掉速问题 再看完以上所有测试资料 要不是观众提醒 我还真的不知 长年来气质不用的PCI-101插槽 配合M.2 SSD转接卡使用 会有那么好的利用空间 它的读写速度 完全胜过2.5寸SSD固态硬碟速度 而且只要搭配一支缓坏读写速度 有500-1GB每秒的M.2 SSD 什么叫做SNLG模拟快取耗镜降速问题 你可以完全不用去鸟它 根本就不会发生的问题 但我也必须把大家拉回现实问题 通常表现不错的M.2 SSD 价格都是2.5寸SSD固态硬碟的2倍 这样降速搭配使用 合不合成本设备投资 就看你个人所需了 但如果你希望我能建议搭配主 我倒是觉得可以使用上次测试过的 GN7000的2TB搭配PCI-100E转接卡使用 马上提升更多M.2 SSD固态硬碟的使用空间 读写速度也都能维持在800-900MB每秒不降速使用 又能克服GN7000的60度温控保护降速的魔咒 真的是一举两得便宜又大碗啦 让你爽爽用在游戏下载或是储存档案资料使用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是使用PCI-100E转接M.2 SSD固态硬碟使用者 都欢迎在下面告诉我你的使用心得和搭配方案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